瑞芳区四角亭的吉庆公园虽然说占地不算大 但是这两年的改造之后环境就变得更好了 当地住户也更加的会来到这边休息 加上额头游乐设施也吸引了不少的小朋友过来这边玩 不过地方乡亲还是希望工部门能够协助多增设休息设施 还有凉亭让民众在下雨天的时候也能够在这边躲雨休息 吉庆公园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台铁宿舍 但遭注容后以为平地 之后在地方明代的争取之下朝向公园绿美化着手进行 虽然占地不大但是在这两年的改造之下 环境变得相当清幽 绿树成印也让李明常来这里休憩 旁边也有儿童游乐设施也吸引许多小朋友来玩耍 可说是吉庆李明的休闲去处 就是在我们吉庆公园里面要增加一些设施 包括药业和公园业 同时我们在里面八成欢迎说要做一个凉亭 不是说刚才有人帮来才有地址 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政府和工作 把我们的公园做好 让这些八成的老人 靠一个驾驼的地方 所有的这些量亭都做起来 做一些衣服来给他们的老人 在这些散散心 说一些开工的味 而里长对于这公园的环境也相当重视 因此也争取种植许多植栽绿化环境 只是这处公园一眼望去 除了绿树成印之外 没有其他遮蔽物 因此地方也积极争取 整设凉亭 还有其他修建设施 供李明使用 希望政府给我们帮帮忙 工作给我们帮帮帮 尽量帮我们帮政策 第二点 我就是说这个新疆 一定要经常灌起来 没有水都会摘起来 我们以前股市的碰富 所压碰富 也同样要保留 我们希望这个粮庭 做好之后 我们这个八成 才有一个好的外团的所在 也希望我们这个 工作和我们市政府这 可以集近 一年多前 立长就开始争取 争设凉亭 不过一直到现在 还是都没动静 也不免让地方 有点小抱怨 介乘于威 瑞芳采访报导